如果说摆烂,独行侠这个赛季的表现,可所谓历史级别的,前三节和你认知打,状态好的时候,就是一支季后赛球队,但是一到第四节,主教练卡莱尔不愧为冠军教练, 选择见好就收,要么,把主力全部换下,让屁补上去输分,要么,让新秀史密斯去支配球,后者自然不负众望,一次失误葬送比赛,或许是因为年轻,但间连各种失误,输掉比赛,教练组还能容忍他,让他继续在第四节肆意支配球,这就很有意思了。 然而,尴尬的是,和老鹰同样的战绩,人家拿到碳花签,自己只拿到五号签,不过,众所周知,在今年选秀大会上,独行侠送出了今年的五号签和一个未来的首轮签, 从老鹰哪里换来碳花东谢奇,这笔交易可所谓花了血本,要知道这个首轮签明年是前五顺位保护,独行侠一旦新赛季战绩不好,然后,抽签大会上,老鹰运气再好一点,这很可能还是一个状远签, 不过,作为这笔交易之后,库班的意图很明显,史密斯加东谢奇加巴恩斯,这个仨已经成为他们的基石了,他们下赛季不再需要继续摆烂,拿状远签了。 与此同时,根据Ferriner记者Krino Conner的报道,消息人士透露,独行侠有意追求德马库斯·考辛斯和克林特·卡佩拉。 此外,据记者Mark Fisher报道,有消息人士称,独行侠已经原谅了德安德烈。 乔丹在2015年违背口投承诺,不加盟独行侠的行为,很显然,库班这是要搞大事情,不但不想继续摆烂拿状远签,还很明确的积极演员,追求一名中锋,填补自己的内线空缺。 这哥几个只要来一个,他们的阵容都变得十分合理起来,在小球时代,巴恩斯打四号位,东斜齐打三,史密斯联手马修斯组建后场双枪,还一个中锋坐着内线。 而在替补上,有巴里亚、费雷尔、库里等人,不开玩笑,在冠军教练卡莱尔的嫖叫下,这很可能是一支季后赛的队伍。 毕竟,过去一个赛季之中,独行侠很多比赛中,纪律性加战术执行力都展现出季后赛的水准,只不过,他们是想故意输球,去拿手轮签。 不得不说,库班还是厉害的,这重建思路简直了,胡人学这点吧,别总是雷声大雨点小。